歡迎回到新聞大白話 因為淑慧現在這個 要開始長背 有一點背不舒服 所以他是坐著 希望他不要太舒服到睡著 這個昨天的政見會裡面 還有一個區塊 比如我們剛剛講的主權 國家認同 經濟 觀光 還有一個部分 純粹就是含黑 這個蔡總統 在第一輪的時候 就已經講了很多含黑 所以很多人都懷疑說 難道說這是打馬漢這樣的管理者 或者是卡神門幫他寫稿 怎麼會有這麼多含黑 這麼多1450的味道的稿子 在出現他裡面 蔡總統就問到說 因為韓國瑜問他 特徵組 清廉的問題 蔡總統回答他居然說 你要講特徵組 你先回答一下你好宅的事情好了 韓國瑜也跟他不客氣 他說我跟你講大海 你跟我講浴缸 他說買方的事情 其實後來是賠錢 但是你年紀輕輕三十幾歲 買了十幾塊地 就賺了1.8億 蔡進辦的解釋 其實也滿好笑的 他說你說15塊賭地 是我們家族共有持分 後來財產申報 其實賣到不是1.8億 是4千多萬 那蔡總統可以家族 家族共有持分 韓國瑜跟他老婆 還有他老婆的姐妹 借住他的房子 他們買房子 這樣就不行 蔡總統家族持分就可以 賺了一個教授三十幾歲 持有了十年 賺了4千多萬 這樣子就可以嗎 他那個時候是副教授 而且才剛工作第四年 所以其實也有人在質疑說 當年你的錢是從哪裡來的 因為你買土地的話 如果是你爸爸給你錢 那有贈與稅的問題 對 但其實我們都不願意說 把一個國家元首的選舉 落入這種這麼無聊 你什麼時候借住在哪裡 那你什麼時候還誰的錢 但明將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把選舉打得這麼low 對 而且他是第一輪 我覺得如果說是有公有房 那也就算了 總統主公的東西 居然是這種含黑 就很奇怪 那我們趕快視訊連線 台南市議員謝龍介 龍介兄你好 蘇惠 你好 龍介兄 昨天政見會 這個韓國瑜一直要講 國家認同或者是清廉 特徵組國家層次的議題 但是韓國瑜回他就說 你的閨蜜 你的豪宅 大家也很錯愕 總統怎麼搖身一變 變成1450 如果要講閨蜜 那他表姐 他身邊的人 那不是都是高官 一人得到機遣身邊 其實談閨蜜 我覺得蔡總統昨天 我們不講low不low 就是說他的攻擊點這樣 飄襲人家對他更大的質疑 那這幾年三年多來 你不是你一人得到 全部都是升天了嗎 都是你們家 就是我家就變成你家 還不是我家 不是我家 百姓的這樣 百姓的這樣變成你家 你在我們的 當地人的肉吃你的大雞 只有民進黨有關係的人 才能夠出相喝 那鬼貓養了八百隻 每個人年薪五六百萬 那這些年輕人怎麼辦 網路上PTT 這些年輕高手一大堆 可是有誰能像楊慧如一樣 一天領十五萬 沒有啊 所以我跟這些年輕人 為什麼他們會轉頭韓國瑜 他說同學哥 我不知道是這樣 因為我也跟了 當時在打朱起承的時候 他們也跟了 他就說我不知道 這是被加工出來的 那這些人 他一天有領到十五萬嗎 連一千五都沒有 那可是遺憾造成了 這就是民進黨執政 搞成這樣 我跟你講台灣如果民主選舉 被國家機器介入 我真的我跟你講台灣完蛋了 中華民國就壞了 中華民國你現在你看 插播啦 插播啦 插播的 這通常就是 又回來了 回來了 我們買F16V 等個幾秒 我們買F16V一步要多少錢 對不對 人家的兩倍半 人家的兩倍半 那如果台灣還想跟兩岸要去被競賽嗎 不可能 我們現在只有就是兩岸制度不同 台灣的民主唯有不斷的升華 才可以真正中華民國保護台灣 如果今天你把台灣的民主選舉摧毀了 我跟你講就像美國一樣 美國如果沒有民主 美國就什麼都不是 所以為什麼美國國會要去調查通俄 今天如果是從俄國的國會IP發的網路信息 攻擊美國希拉蕊 那開玩笑 等於是你俄國 又插播 又是插播 所以大家聽我講話幾秒鐘 等一下龍介就會回來 這個 你是不是 回來 再來 再來 再給他兩秒 他就回來 3 2 1 回來了 不好意思 你看我都已經學成精了 你看 好 對對對 就是說如果今天最後證明通俄門是俄國國會IP發出來的網路信息影響了美國選舉 那你看看這是多嚴重的事 所以今天當時立法院的IP發出了一個攻擊候選人 攻擊甚至攻擊我們國家文官的這種網路軍隊的作戰 那你國家資源介入 這就是破壞台灣民主最嚴重的事 但台灣的民主如果被破壞了 我跟你講你拿什麼跟大陸對抗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跟年輕人說我們為什麼幹嘛要走出來 幹嘛大小聲呢 我跟你講韓國瑜講的我前面就一口棺材 我頂多十幾年我就掛了嘛 二十年好不好 這樣國家是要交給你們手上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這些不公不義要導正嘛 我們捍衛是民主的一個真諦 我們這個民主好不容易走了三四十年 我今天有人講說這是蔣經國 蔣經國有多少 很多人 李登輝也有 我們坦白講民進黨黨外有多少人 各黨各派有多少人為了台灣民主的進步 還有包括所有的媒體朋友 這種第四權的花費 等於讓台灣真正這個民主提升到一個 雖然我們還不是很完美 一樣又插播了 所以我要繼續跳個加關 各位忍耐幾秒鐘 好 回來了 但是回來了再三二一 來 再兩秒 三二一 好 來 就是說你怎麼會把這個台灣的民主的升華 大家你要很理性去看待這個 所以我認為說當網路啊 國家資源去搞這樣的話 是真的讓台灣民主倒退 我們要捍衛的是將來把這個 將近要被掏空 各位可能以為前瞻八千多億 很好看 投下去台灣就會一片光明嗎 你知道各縣市舉債 我像我們台灣是舉債到快到頂了 那前瞻八千多億 各縣市等於要配合款要四千五百多億 等於所有台南各縣市舉債都到頂了 那將來這是一個什麼國家 我們交給年輕人你願意接嗎 到時候不要這些年輕人說 你們把它搞成這樣我們才不接 所以我們今天是要把它導正回來 今天就是中華民國的可貴 就在於我們民主發展到這邊 我們跟香港不一樣 香港是大陸的一部分 對不對 那香港他是要爭取像台灣一樣 所以台灣是香港的標竿 所以我們唯有不慣的在民主做提升 怎麼會民主 你怎麼會用國家機器去介入選舉 甚至於你的法務部長出來助選 拜託你也幫幫忙 然後你的外交部的市長 竟然跟澳洲的媒體聯合 然後跟假共匪匪諜 然後再剪輯成影片 內銷回來說你的對手跟共匪大概有相通 有匪諜有相通 用這種扭去抹黑 然後我們要求蔡總統出來說清楚 今天第19天20天 說如果你不講清楚你就退選 倫來新得來 就來持久對決 中華民國跟台灣獨立 我們來對決 今天不是 如果蔡總統你本來可以做得更好 你看看年輕人 你不要看他們不關心 他們問我說 兄 為什麼 這個RCEP加3變RCEP加2 現在是什麼樣的東西 我說這個台灣 當簽署以後 台灣不在這裡面 你連東南亞 我們所有的這些光是稅務 差6%就好 6到9%我跟你講 你們就有頭路變不頭路了 每個人都要面臨失業的危機 可是他們在關心這個 我們辯論有在提這個嗎 有在提維護兩岸的關係 我們的X環快到期了 叫做 X環快到了 然後我們現在過去的 早收清單 這些農漁 蘭花 精密工業 到的時候怎麼樣 關稅能延續嗎 如果你兩岸繼續這麼惡搞 那將來怎麼辦 那當這些都沒有了 年輕朋友他還能就業嗎 他還有機會嗎 所以他們懂 為什麼我們的人 越來越多 年輕朋友到現場 年輕人基本上 他不願意參加藍綠任何造勢活動 可是像我昨天到大安區 那個海口港邊台中 台中的大安區 那你看看那個漁村 可是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 願意出來聽我們演講 一個林家興 一個農 農夫 年輕的農夫 他就講 為什麼你年輕從務農 你可以懂那麼多 而且可以跟委會對抗 他提了 因為他談的就是 農民苦的一面 那這些年輕農友 他不願意回去務農 就因為他覺得沒有前途 後來他們看到 如果大家都能像林家興這樣 將來的國家 韓國瑜 如果你的農委會 是可以這樣來照顧農民 讓農民的年所得可以破百萬 我跟你講 年輕人他不一定要當科技新貴 他不必一個月 一年在那邊領八九十萬 他務農都可以領八九十萬 一百萬 所以當這個年輕朋友 他回去農村 擋備有土地 他只要做適當的投資 國家你怎麼幫助他 怎麼在溫室幫助他 怎麼在通路幫助他 我跟你講 我們的農夫 我同學的爸爸媽媽 他說他在美國的爸 你一個天工作四個小時 12到14個小時 然後美國的農夫 一天工作五個小時 他可以住別墅 然後你工作12個小時 14個小時 你住的是鐵皮屋 那為什麼 為什麼美國的農產品 可以賣好一個價錢 為什麼台灣的農產品 不但政府 不但只是很多靠補助 政府幫他找通路 所以台灣的農產品 就被壓抑 不斷被壓抑 然後這種什麼 怕物價上漲 我們要調節 然後因為 因為勞工的薪資沒有漲 你又怕這些菜漲價 所以農民要跟著受苦嗎 有道理嗎 所以要用大規模的耕種 然後所以馬英九總統 那個時候才提出的 大電農小地主 年輕的農夫已經有回去 當年我記得已經有將近9000公頃 這種大電農小地主 所以這是一個改變觀念而已 那如何幫助這些年輕人 那包括我們總統的辯論 你一下就提到這個 你看看 人輕人你投得下去嗎 對不對 昨天我們在現場看到 轉播現場那個 聽到韓國瑜說 要恢復特徵組 我跟你講 跳人喔 我都還沒反應過 大家拍手叫嚎 想到他們的心砍了嘛 對不對 為什麼大家對司法失望 你一個法務部市長出來助選 然後講什麼錢分開一定是合法的 當然要誤喊 連管中民當校長 都是你提供的法律意見 你去卡他 那你說台灣對司法還有信心嗎 為什麼案子辦不下 高雄市烈雷縣慶戶案 移送了多少到地間 到現在有下文嗎 他們都是法務部屬下 如果今天有特徵組 特徵組超過極限金額大額的 他一介入 其實大家講到 昨天講到特徵組這一招 大家覺得相當相當不錯 因為就覺得有太多事情 真的要調查 龍介兄因為時間收拾又到了 龍介兄我們下次再請你來上線 龍介兄謝謝感謝感謝 拜拜